第四章 第三圣殿被毁前夕 作者十一点半 老读者有意 第四章 第三圣殿被毁前夕 赎罪日第二天的黎明时分 国防部长达阳乘坐直升飞机赶到了北部战区指挥部 刚刚从前线撤下来的霍飞告诉达阳 情况非常糟糕 他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叙利亚人占领格兰高地 他们必须做好准备放弃整个格兰高地 达阳从来没有如此慌乱过 阿拉伯人 闪电战 这两个词似乎永远不应该出现在同一个句子里 但这一切已经确确实实地在他面前发生了 格兰高地失守意味着以色列北部的门户已经彻底向叙利亚人敞开 而此时距离战争爆发才刚刚过去16个小时 达阳让霍飞向格兰高地与以色列本土之间的每一座桥梁上都派出工程兵 随时准备炸断桥梁 在这之后 达阳匆匆找到了空军司令本尼·佩雷德 要他立刻安排空军对格兰高地上的叙利亚坦克进行轰炸 佩雷德告诉达阳 空军全部的飞机将要在几个小时后参与对埃及萨姆导弹的攻击行动 现在飞行员正在做行动开始前的最后一次任务简报 为了这次行动 空军已经做了很多侦查工作 地勤也做好了一切相关准备工作 而对于格兰高地空军没有进行过任何侦查 携在电子干扰器的直升机也来不及从西奈赶到北部 这些都会大大影响轰炸的效果 达阳粗暴地打断了佩雷德的身边 埃及人就算渡过了运河 他们与以色列本土之间还隔着200公里的茫茫沙漠 格兰高地比西奈更需要空军的支援 达阳告诉佩雷德 局势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时刻 他们现在正处在第三圣殿被毁灭的前夕 在历史上犹太人所建造的圣殿一共被毁灭过两次 索罗门王建造的第一圣殿于公元前586年 被新巴比伦帝国毁灭 之后犹太人重新建造的第二圣殿 在公元70年被罗马人摧毁 达阳口中所说的第三圣殿 就是1948年成立的以色列 佩雷德还想抗议 达阳用力拍着桌子吼道 不用说了 空军必须去格兰高地 空军司令只有把所有的困难都咽进肚子里 他电话通知各个空军基地的指挥官 立刻取消针对埃及方面的轰炸行动 改为执行对格兰高地的轰炸任务 这个时候参加行动的战机已经加满燃油 挂好弹药准备要起飞了 佩雷德的参谋们对这一命令也抱有强烈的不满 当佩雷德出现在指挥部时 他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一位当事人在多年后回忆 他与空军司令在争执时差点动起手来 但不管怎么样命令还是要执行的 在这一天的上午 以色列空军的60架鬼怪式战机 呼啸着来到了格兰高地上空 由于缺少足够的侦察 这次匆匆组织起来的空袭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 反而有不少飞机被密集的地面火力击落 这完全不像是人们所熟知的以色列空军 在1967年的空战中 以色列空军凭借着精密的计划 和完美的执行取得了完胜 而现在的空军 无论在南部还是北部 就如同在梦游一般 战争爆发刚刚两天 以色列空军就已经损失了35架战机 在空军无力扭转战局的情况下 达阳和埃拉扎尔手中只剩下 最后一支可攻调动的部队 有穆萨·佩雷德担任指挥官的 战略预备装驾师 作为仅存的一支可攻调用的机动力量 埃拉扎尔一直没有决定 要把他派去埃及前线 还是叙利亚前线 这也让这个预备一师 额外获得了奢侈的一天 来组织他们的人员和装备 10月7日上午10点 埃拉扎尔决定把穆萨的师 派到戈兰高地区 尽管这会让以色列与约旦接壤的地区 形成无人防守的真空地带 但埃拉扎尔现在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在这个上午 坚守在格兰高地南部的第188装甲旅 已经被敌人全歼 这个旅的士兵在完全没有取胜的希望下 仍然坚持战斗到最后一辆坦克 直至有坦克在打光所有炮弹后 直接撞向敌人的步兵 他们的顽强抵抗 使得续军的前进步伐被延后了几个小时 正是这宝贵的几个小时 让预备一坦克有时间爬上格兰高地 在距离 雅可夫桥只有十分钟车程的地方 勉强挡住了续军的攻势 穆萨在接到命令后 乘坐吉普车来到了北部战区指挥部 他的部队将会在傍晚时分抵达前线 在这个匆匆设立在一家电影院的临时指挥部里 霍飞让穆萨在部队抵达后沿着约旦河建立一条防线 这个命令让穆萨大吃一惊 因为这意味着彻底放弃位于约旦河东侧的格兰高地 他试着说服霍飞 只有进攻才能扭转目前的战局 霍飞答应他等晚上再商议此事 离开指挥部后穆萨决定在自己的部队抵达前 先去格兰高地了解战况 在一条公路旁 他望见达阳正坐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 看着格兰高地下的湖拉山谷 当穆萨下车想要与达阳交谈时 他发现这位戴着一只黑眼罩的国防部长正在痛哭 在西奈半岛 以军部署在这里的唯一一个装甲师经过一天的激战后 已经损失了将近三分之二的力量 在他们的身后 沙龙和阿丹的两个预备翼装甲师正在集结 他们将是挡住埃及人和特拉维夫之间的最后一支部队 傍晚18点45分 埃拉扎尔赶到了南部战区指挥部 让戈南准备在第二天组织反击 在埃拉扎尔的计划中 阿丹的装甲师将从运河东岸的最北端开始向南面进攻 推进到运河中部停止 之后 沙龙的装甲师从中部开始向南进攻 并推进至运河的最南端 这次反击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埃及人扩大东岸的阵地 并打乱敌人的进攻节奏 埃拉扎尔对戈南反复交代了反击中要注意的事项 第一 进攻时要与运河保持三公里以上的距离 避免进入对岸赛格导弹的射程之内 第二 在进攻时永远保持一只脚在地上 也就是说 当沙龙进攻时 阿丹要待在原地 而当阿丹进攻时 沙龙要待在原地 以保证两个装甲师之间可以随时相互支援 第三 不要尝试渡过运河 现在时机尚未成熟 第四 不要浪费宝贵的坦克去试图救援被困在巴列夫防线上的士兵 当埃拉扎尔在西奈指挥部的时候 达扬正在特拉维夫的内阁会议上 向政府成员汇报最新战况 在南北两条战线上 形势对以色列都非常不利 但达扬还是努力不让内阁成员们过于绝望 他告诉大家 预备一装甲部队已经完成集结 并将与明天在北线和南线同时发动反击 新投入战场的三个装甲师 承载了以色列人最后的希望 达扬答扬大家 战场上的局势将在明天被扭转 他们到时就可以把头探出水面 喘一口气了 随着10月8日的第一道阳光照射在西奈沙漠中 以色列人迎来了战争的第三天 从半夜两点开始 阿丹的装甲部队就已经开始朝着运河方向前进 因为不知道会在什么地方碰到埃及人 他们运行的速度并不快 早上8点 阿丹的先头部队顺利抵达了一个可以俯视到运河东岸的小山头 并开始左转向南方开进 阿丹所率领的装甲师的推进十分顺利 这让戈南和埃拉扎尔松了一口气 战争似乎终于又回到了以色列人所熟悉的节奏下 在预备一部队参战的情况下 埃及人是抵挡不住这样的装甲冲击的 戈南开始把埃拉扎尔的叮嘱抛到了脑后 他通知空军停止对运河上埃及人所架设桥梁的轰炸 他打算晚些时候用这些桥来渡过运河 甚至连埃拉扎尔也开始飘飘然起来 他已经开始盘算着等沙龙和阿丹把埃及人赶回运河对岸后 要把这两个失踪的一个调到叙利亚前线去 上午10点45分 当阿丹的部队仍在运动之中时 戈南命令沙龙开始南下 他告诉沙龙不要像埃拉扎尔说的那样沿着运河前进 而要沿着一条长长的曲线 直接绕到运河最南端的苏伊士城地区 对于自己的前下属下达的这道命令 沙龙十分不服气 他向戈南强烈抗议说 在阿丹到来前就离开自己所在的阵地是十分危险的 而且绕过这样一个大圈去越河南端也是浪费时间 戈南仍然坚持己见 并威胁说如果沙龙不服从命令的话 就把他就地免职 性格火爆的沙龙只能骂骂咧咧的 开始按照戈南的命令南下 阿丹沿着河岸的推进没有遇到任何抵抗 这给了戈南极大的信心 他命令阿丹共战运河岸边的据点 并尝试渡过运河 在对岸建立一个阵地 戈南在这个上午所下达的命令 每一条都跟埃拉扎尔昨晚的叮嘱完全相反 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 埃拉扎尔正在跟内阁成员进行会议 南线战场上的情况只能写在一张张小纸条上 递到他的手中 虽然不理解戈南在做什么 但埃拉扎尔还是选择相信前线指挥官的判断 没有进行干涉 十二点 阿丹的部队在与埃及人发生了第一次接触 他的先头部队遭到了埋伏在沙漠中的埃及坦克猎手的阻击 损失了十二辆坦克 作为回应 阿丹组织了两个坦克旅的兵力对敌军阵地发起了冲锋 在敌人猛烈的反坦克火力下 这次冲锋很快就被击退 以军又损失了十八辆坦克 阿丹被迫开始组织防线 同时向戈南报告了遭遇敌军的位置以及伤亡情况 在慌忙之中 戈南派出一架直升机追上了正在南下的沙龙的部队 直升机上的信使告诉沙龙 戈南命令他现在掉头返回到出发点 也就是他三个小时前所在的地方 沙龙强忍着怒火 命令自己的部队向后转 重新北上 六个小时被白白浪费掉了 阿丹的部队在进攻失败后撤退到了安全区域进行防御 当阿丹和自己的下属研究着地图时 在他对面的两个埃及机械化石已经开始进攻了 埃及人选择的时机非常好 落智的阳光在这时刚刚照进以色列士兵的眼睛里让他们难以瞄准 经过一番激战之后 阿丹的部队在太阳落山前勉强击退了敌人 战争爆发后的第三个白天结束了 在这一天 阿丹的装驾师损失了50辆坦克 沙龙的部队则在沙漠绕了一天的圈子 连敌人的影子都没有见到 这一天也许是以色列军事史上最令人失望的一天 六年前曾经发生在埃及军队上的一切 似乎正在以色列国防军身上重演 混乱的作战计划 前后矛盾的命令和不知所措的士兵 在战斗中已经开始由以色列坦克 在未接到命令的情况下擅自后撤了 接近午夜时 达杨和埃拉扎尔一起飞到南部战区指挥部 同戈南沙龙和阿丹碰面 这几个已经三天三夜没睡过觉的男人 在指挥部对白天的战况进行了讨论 阿丹和沙龙强压着心头的怒火 才使得这次会议没有变成对戈南的集体抨击 埃拉扎尔命令戈南在未来的几天里转入防御 不再准备执行攻击性的任务 在飞回特拉维夫的直升飞机上 达杨已经决定戈南必须马上被撤换掉 他将安排已经退役的老将巴列夫 在两天后接过戈南的一切指挥权 后者仅仅保留名义上的职位 凌晨时分 达杨回到了特拉维夫的地下指挥所里 他告诉大家 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 速战速决的希望已经彻底不存在了 每个人都要做好打一场长期战争的准备 他下令开始对部分未到兵役年龄的男性进行军事训练 以补充随时可能出现的兵远短缺 到了这一天 达杨和埃拉扎尔已经清醒地认识到 阿拉伯人在过去的三天里所取得的成功 靠的并不是运气 他们正在面对与六年前完全不同的对手 在这一天之前 尽管前线危急 但人们心中对于以色列国防军仍然充满信心 只要等到预备役动员完成 只要等到所有坦克都被送上前线 以色列国防军就会干净利索地把敌人赶出国境线之外 而当战争的第三天结束的时候 以色列所有的预备役已经完成了动员 所有的坦克已经被送上了战场 但战局仍然无法被扭转 在北部战线投入的格兰高地的预备装甲师 已经稳住了阵线 并给续军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但对方丝毫没有停战的意思 对于以色列这样人力资源有限的小国来说 如果无法快速地结束战争 那就等于是输了 摆在他们面前的事实就是 以色列没有能力同时在两条战线上 面对这种强度的战争 达阳决定让南线战场在未来的几天内转入防御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把威胁更大的叙利亚先提出局 为了做到这一点 他必须主动扩大战争的规模 感谢观看